在2017年的时候 他曾经讲说 他到纽约去做人工受孕 直接拿那个针打在肚子上 他说其实很可怕 那个针很粗 然后你每天要打 因为让自己可以排卵 前前后后 光是做这样的人工受孕的手术9次 有一段时间 Coco说我一度认为我怀孕了 后来发现不是怀孕 他说他崩溃的大哭 虽然李文跟Bruce的两个女儿 都相处得很好 也有相关的新闻 没关系 虽然我不是他们亲生的母亲 但我们就像姐妹一样 可是对李文来说 其实各位不知道的是 在婚姻的12年当中 他非常非常努力地要生孩子 各位还记得吗 其实他那个豪华婚礼之后 没有其他作品了 他是这几年才开始上大陆的节目 他有很长时间 其实没有在推出新专辑或演唱会 他自己说他就是备孕 他曾经在2017年的时候 他曾经讲说 他到纽约去做人工受孕 直接拿那个针打在肚子上 他说其实很可怕 那个针很粗 然后你每天要打 因为让自己可以排卵 前前后后 光是做这样的人工受孕的手术 九次 其实一次就很折磨了 因为每做一次呢 对女生来说会有强烈的反应 包括一打排卵针 吃排卵药 都会造成生理的很强烈的负担 九次 然后有一段时间 Coco说 我一度认为我怀孕了 我会呕吐 我开始就是吃东西不太正常 然后试睡 所以他当时就觉得说 应该是怀孕了 所以他曾经 曾经2017的时候 他曾经在自己的社群网络上 贴了一个照片 是有baby的照片 然后说 我们一切准备好了 然后哇 所有的粉丝 都献上祝福 好棒啊 什么什么的 可是你知道吗 在那一个贴文之后不久 李文贴出来的照片呢 是穿着笔记笔 这代表什么 就告诉大家 没有没有 对 那是很多年之后 他接受访问 他就说 他一直以为是怀孕了 所以就很开心 你知道当人 太过于想要怀孕生小孩 会出现一种假性怀孕 就是什么都跟怀孕是一样的 甚至有些人 他肚子还会越来越大 他说后来发现不是怀孕 他说他崩溃的大哭 那你就可以想象 其实这个婚姻里面 他做了很多很多很多 包括他想要生小孩 他想要生小孩 一方面也是因为 我相信他跟布鲁斯的感情 还不错啦 他很想维系这个家庭 然后再来 他出生在单亲家庭 他当然希望 他能够有孩子 然后孩子有爸爸 有妈妈 有一个健康的家庭 我想这是他最 最希望做到的 所以他之后接受访问 不会提到吗 他人生最大的遗憾是 没能生孩子 而且各位 李文的妈妈是中医 他后来考上中医职照 其实行医多年 所以其实李文在 接受人工受孕之前 还做了很长时间的 这个中医的调养什么的 所以你看 可以想象他花了多少时间 可是根据一些新闻报道 他在婚姻的十二年当中 其实他结婚三年到四年左右 布鲁斯就已经被判 就已经出轨了 那最近的这一次是第三次 而且是带着一个 就是外国美眉 很年轻 是一个嫩妹 而且布鲁斯虽然就是说 因为很多人问我说 那好像狗仔都没有拍到 但是 其实新闻报道有提到 又说布鲁斯带着这个妹妹 已经公开在 这个大庭广众之下 所以朋友都看到了 那各位对于一个天后来说 我们必须说 他很努力的什么都做了 他有两个妓女 但是他也是身为妓母 但是他会很努力的去照顾他们 那他很想做妈妈 那他也让他的老公 有充分的尊重跟自由 什么都称赞老公 大家有没有发现 Coco有一个特质 你不太看到他负面的东西 然后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因为你常访问过 你知道他也不太去聊负面的事 因为有些艺人会抱怨 遇到他都是公益 或者是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个那种微笑天使 非常非常开朗 非常非常正面 对 但是在正面的底下 我认为他有很多 心理上的创伤跟伤口 包括这个婚姻上的背叛 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而且他的姐姐 其实也有透露说 妹妹的这个又抑郁的状况 是几年了 那他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搬出他跟布鲁斯的豪宅 而且在他搬出这个豪宅之前 大家去注意 其实港媒已经报道了好多次 李文的婚姻似乎走到尽头 可是大家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每一次只要媒体出来唱衰说 他的婚姻应该有问题 然后李文会po出一张照片是 他跟老公在游艇上 或游泳池旁边 他跟老公还有就是女儿 一起出国旅游 那就表示又说 这个婚姻的确有些状况 可是他一直想办法 再把他拉回来 再把他拉回来 那你去想象 一个人需要面对这样的压力 一直反复 反复 反复 当他觉得他无能为力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是非常崩溃 所以为什么这半年以来 我们看到的Coco李文 都是已经瘦到42公斤 那是一种 某种程度来说 已经非常非常沮丧 跟一种放弃的念头